消防過幾鐘後將火救息 搜查後發現一具女性屍體 現場火勢很猛烈 一列鐵皮屋著火 現場消息說凌晨零時左右 村內其中一間鐵皮屋首先著火 迅速蔓延 大約有五間受到波及 並傳出爆炸聲 火牆面積大約10米 x 20米 消防出動五隊煙舞隊和五條喉鋪救 又升起雲梯協助 過百個村民大同簡單衣物緊急疏散 警員亦都在場協助居民 火警去到1點35分救息 消防隨即搜查任何人失蹤 在火牆裏面發現一具女性的屍體 有附近居民說 相信死者是一個婆婆 當時我在下面附近 其實我都在救火 我打算救不了 打算走緊 聽到叫救命 然後我看到她的頭伸出來說救命 救她 然後我幫她繼續流水流水 幫她流水 然後我看到火已經不行了 我受不了了 然後那個婆婆已經沒有聲出了 至於火警有沒有可疑 消防說有待進一步調查 1點幾個五間新聞 說了油塘茶果嶺村 但是二級火 然後我發覺 那時彈出過觀眾提供的片段 我發覺每次觀眾都不會拍片 那個火牆在中央位置 她還拍到右邊 那個人真的不會拍片 完全 完全不會 只有我認識的 我只能拍到火中心位置 你只能拍到第二度 你是不是在拍女生 神經病 那時我打算離開一閃 我聽到有人叫救命 然後那人是婆婆 然後我用水流濕她 她是說流濕 她說她流水 她可能是降溫 然後她就不想 然後就說 嘩!很大苦啊 走了走了 不夠了 那個人真的見死不救 最終那個婆婆死了 你說那個年輕人 見死不救 遲了遲了 你不要見死不救 拍著她 可能今晚